大遼皇帝耶律弘基 垂涎大宋疆土已久 见大宋时局动荡 国力健威 不顾两国地结的停战和约 囤起重兵与宋疗边境 只待时机成熟 便大举出兵难下 辽军不时派兵鲁越民间的粮草财物 年复一年的刺探骚扰 烧杀抢掠 使得无数大宋百姓家破人亡 流离失所 不受战火之苦 中原武林各大门派 及各路江湖豪杰 不忍国土山河破碎 百姓生命涂炭 奔着为国为民的侠义 人亦知道 前赴后继地 展开了服诵抗疗的仁义之举 最后把 走 谢谢恩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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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下丐帮求疯 谢谢恩公 谢谢恩公 乔德主 都解决了 查清楚怎么合适了吧 是楚王仗下的新兵 过来打草蛊的 这是在带队身上搜到的 你看看 帮主现在何处 少林召开武林大会 汪帮主已然赴会 了解有变 我去趟少林 你们协助百姓 下诺 啊 携来 来 啦 我去打草蛊 别再关ственно 这下诺 我去打草蛊 还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